台灣將會在星期五起 舉行一連八日的漢光兵棋推演 時間是歷離最長 官方說延長推演時間 直到八日七夜 是為了有更多時間 討論演練內容和結果 過去兵棋推演有五日和七日不等 主要視乎環境狀況 研討議題而定 但時間匆忙 未能夠作充分討論 當地傳媒說 今次兵棋推演 手道假設解放軍犯台之下 軍方要在台澎地區 支撐一個星期防衛